考古界就一直认为 红山文化是谭妙种理智的雏形 说白了后边那都咋这来的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说 红山呢是中国理智的源头 也就是咱们常听说的理出红山 除了理出红山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玉 考古界啊普遍认为 唯玉唯理 以玉祭神祭祀神这种传统 最早就是红山文化开始的 首先你看玉石这个东西 它有光泽还漂亮 关键它这里边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 它随着时间让这个玉 颜色色泽都会发生变化 虽然说远古那个时候 人们不懂什么微量元素啥的 但是他能看到这石头的变化 大伙自然而然的 就把它当作集天地之灵气的这种宝贝 日月之精华 拜神祭天肯定得用最好的东西啊 所以这玉就成了四神的礼器 在考古界呢 有这么个说法 叫南两主北红山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浙江杭州附近这个两主遗址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红山遗址 这一南一北两个地区 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中心 而且呢在红山文化的十大精品文物当中 竟然有齐件全都是玉器 什么玉龙玉凤玉人 那在这些个精品玉器里边 最有名的就是红山碧玉龙 龙咱们都知道 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而这个龙被刻在玉石上 最早现在能考证到的 就是咱们红山文化这开始的